Hello,大家好,我是不死鳥琴璇 今天继续和大家聊游戏 不过今天想要和大家聊的不是具体的某一款游戏 而是一本和游戏相关的书籍 就是这本前几天我刚刚入手的《红白机事》爵士 这本书由独库玉宅学出品,新兴出版社出版 原著为英国的Bitmap Books出版社 整本书共536,也定价是228元 如果单从一本书来看的话,这个价格是比较贵的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个是喜欢科兹鲁神话的朋友可能会收藏的死灵之书 大家可以看到死灵之书的大小是《红白机事爵士》的两倍 叶数也是《红白机事爵士》的两倍,但是定价只是198元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当我翻开书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228元这个价格我完全能够接受 这本书的外壳包装采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装饰 是我们80后小时候常见的动画贴纸 这种动画贴纸在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画面 然后配合上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红白机》游戏形象 马上就能勾起我们的回忆 我觉得这个装饰可以说是相当的用心 整本书的内容包括170多款游戏的介绍 《红白机》硬件和周边设备的照片 《红白机》开发历史的书里 《正天堂》和第三方游戏公司的介绍 然后游戏开发者的访开 部分游戏的汇丰设计 玩家的采访 还有艺术家创作的同人画作 整本书的内容我个人感觉是非常丰满的 在我买这本书之前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网友批评这本书 游戏介绍部分的文案与排版 这里我也想聊一下 首先说排版 网友批评内页的排版 配图背景采用大量的黑色和绿色 单纯的将游戏截图放大很多倍 导致整个页面充滞着大量的马赛克 首先我要说如果这本书是一本游戏图件 那么采用精美的游戏汇丰加上小幅的游戏截图 确实会显得更精致 但是红白机视觉史的原著想要展现的 不真是真正的游戏视觉 它大量的采用了跨页设计 部分游戏甚至用拉页来展示整个关卡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红白机时代的大部分游戏画面确实显得简陋 但这个不就是那个FC时代的特色吗 我感觉每一页都能让读者直观的感受到 当前介绍的游戏真正的画风究竟是什么 而对于游戏内容介绍的文案部分 我觉得见仁见智 如果你想通过这本书去了解 这是个什么游戏 它的系统如何 和剧情如何 有什么通关技巧 那么红白机视觉史 可能真的要让你失望 它的每个游戏介绍的文字部分 大概只有三四百字 而与其说这些内容是游戏的介绍 不如说是相关人员对于这款游戏的情感表达 每个游戏介绍的文字都是由不同的人撰写的 他们看待这个游戏的切入点大相倾听 这些撰文者可能是游戏公司的开发者 美术设计师 给游戏配乐的作曲家 媒体编辑 甚至是保持世界纪录的玩家 并非网友批评中所说的菜鸟 在我看来我个人更喜欢这种偏重个人情绪的文字 因为这本书收录的一百七十多个游戏 除了极个别以外 我都非常熟悉 我并不需要他们告诉我其中的每一个游戏是什么 或者这个游戏怎么玩 有什么通关技巧 我更希望通过这些文字了解这些相关人员眼中 关于这款游戏的观点或感受 这种更具有人文色彩的内容 比那些网上随手能够查到的游戏简介 也要更适合于我 最后我上网查了一下 bitmap books出版社的官网 我发现视觉史是一个系列丛书 除了我手上现在这本 红白鸡视觉史以外 还包括超刃 NGO、GGO、世家Master、亚达利等多部书 希望《独库》 欲宅群能够陆续地把这些书引进 因为如果要去买原版书的话 价格真的好贵 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 对这本书感兴趣 或者对游戏文化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留言和我进行讨论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内容 希望能够点个赞 并关注我 做一个信任UP主 我会继续努力为大家提供更好的视频 好 谢谢大家 再见